请你干这个了 秦政委 这不是你该干的活 对不起啊 我看复卫处不在 又这么多衣服在那堆着 我就顺手给洗了 可是这不是女人该干的活 什么才是呀 打枪放炮啊 真会开玩笑 我就是看你最近挺操劳的 又是公安处又是财经组的 我也想帮你干点啥 谢谢啊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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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姐 秦政委 牛主任让咱们过去一趟 好 麻烦你在这儿 这次干得不错 谢谢首长夸奖 没垮你 坐下 罗长 这次辛苦你了 将人民币的影响扩大到了乡里 又额外征收了粮食 这可真是立了大功啊 主任 您过奖了 这次多亏了秦政委 要不是秦政委顺利打垮了土匪 老百姓不会相信我们解放军 我们的任务 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完成 首长 这次通过跟鹰八这伙土匪的交战 有一点我敢肯定 跟喜城的土匪是一个派系的 都是坐地炮的人 看来坐地炮的反动目的很明显 他们是有计划地利用周边的土匪势力 进行破坏活动 首长 剿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你干好你自己的事情 剿匪是军事处的职责 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城内的安全 坐下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要放在人民币的发行上 你看银行开业这么多天了 除了洪老板 一个来兑换人民币的商家都没有 别说老百姓了 是 现在老百姓 兑换人民币的积极性不高 我在想 咱们能不能 对洪老板着重表彰一下 这样 可以在商家和老百姓当中 树立一个典范 这个主意好啊 这个是我来安排 到时候我们军管会的干部啊 都参加 谢 是 这地方怎么这么说啊 小子 你带着大爷兜圈子呢 老哥 您真是眼见哪 不过您冤枉我了 我是真没带您兜圈子 这个山头经过高人指点 在这林子里布下了八卦迷魂阵 咱要不顺着这条路走 就找不到那些赤虎 老哥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相信吗 好 我再相信你一回 老哥 走 附近的村庄 差不多都被我们专办解放军的 抢劫过了 剩下的就是最大的信田村了 信田村有自卫队 恐怕不好对付 你说的 就是他们那几杆破枪 也敢拿出来吓唬人 马不关 你现在就到牛尔沟 让我们的解放军 明天就到信田村 这一次不仅要抢 还要把他们村里的祖宗祠堂 给我烧了 我要让云敏周边的农民 世世代代和解放军 揭下不共戴天之仇 报告 八太太到就在门口 说有事要见秦政委 来进来 请 秦长官 真真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工作了 八太太找我有事啊 这个 你来出去 是 八太太 坐 什么事儿 秦长官 您这么大的官 肯定成亲了吧 八太太找我来 是来跟我说没的 是这样啊 您也知道 我们家天晴和宝生 从小一起长大 父母双方呢 也早就给盯上了婚约 我想啊 您是天晴的同事 也能不能帮我们劝劝他 俗话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他们也是时候成亲了 也好了了我们爸家的心愿 八太太 这是罗航长自己的事 我们不放那么多钱 秦长官 秦长官 那天来我们家 我看出来了 天晴他听你的 我看你也是一表人才 又是共产党的大官 也该有人帮你操制家务了 我呀 认识于你的几家大家闺秀 论人品 模样 家事 那都不错 你要是愿意 八太太 谢谢您的好意 我不需要 秦长官 你别客气啊 您是天晴的同事 能帮的我一定帮 天晴的事情 就拜到秦长官了 八太太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待会儿还要开会 你看我 我这就走 秦长官 你也考虑考虑啊 八太太真的不需要 我工作多 忙着呢 小段 不用不用 你们忙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那天晴的事 拜托你了 您好 请问罗天晴住哪屋啊 您是 我是天晴的舅妈 舅妈您好 您找罗姐 可惜她刚出去了 出去了 我来找秦长官说点事 顺便给天晴带点吃的 那要不您给我 我就跟她住一屋 好啊 谢谢啊 客气 您怎么称呼 我叫杨云烟 您叫我小杨就行了 小杨 那个 这里面做的是炸糕 天晴特别爱吃 你们俩一起吃 好 谢谢八太太 别客气 你和天晴住一屋 一定是好姐妹了 相互都照应着 天晴她做过呢 二小姐 身边没人照应 我们还真是有点不放心 空了 你和天晴到家里来玩啊 我们家宝顺天天都练着呢 好 知道了 有机会我们一定登门拜访 你先忙 那你走了啊 八太太再见 谁 出来 马副官 马副官 别开枪 我是刘洋 大哥 走 我认识 马副官 我是刘洋 马副官 可找到你们了 你小子还活着呀 怎么现在才回来 别提了 我被解放军给抓了 多亏了这位老哥 他把我给救了 来 过来 过来 什么来路 天棒口的师兄 解放军灭天棒口的时候 给抓了 他的兄弟来接球 顺便把我也给救了 我看他还有点本事 所以就带他一块来投靠司令 本来司令是不允许随便带人进山的 还是是 不过你小子立了大功 多亏你的解放军军装 现在允领周边的老百姓 可跟解放军结下了血海深仇啊 是吗 老哥 你救了刘洋 以后也是我兄弟 应该的 应该的 眼下正是用人之计 我们司令肯定不会亏待你 应该的 马副官 那兄弟就谢过了 马副官 带这么多人这是去哪儿 这周围的七里八乡都搅搅完了 下一个就是最大的 杏田村 好了 你们回去了 兄弟们 出发 马副官 您慢走啊 兄弟们 慢走啊 大哥 兄弟啊 终于找到了 是啊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跟我走 大哥 跟上啊 来了 请稍等 同志 请问你找谁 我是来找二小姐的 二小姐 我们这儿没有二小姐 对 叫习惯了 应该叫罗行长 那请你稍等一下 有人找罗行长 请稍等 这送礼的人可真多呀 是你找罗行长吗 对 我们李老板 让我把这个交给他 好 罗行长现在在开会呢 要不你把东西给我 你是 我是他的同事 好吧 那就 只好麻烦你 把东西转交给罗行长 好 麻烦 麻烦你了 那我就先走了 小雅 请税委 这是给谁准备的图的人 这是什么李老板 给罗姐送的礼 必定是自个儿的家乡 乡里乡心 也有个照应 可不是吗 你不知道呀 这两天给罗姐送礼的人 可多得去了 每天啊 这房间里摆的 都搁不下奖呢 有这么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东西收线了 这样也好 不过 送东西的人多了 可不止你一个 这帮奸商 开会的时候装模作样 背地的动作比谁都大 开车 你看 我没夸张吧 小雅同志啊 小雅同志啊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秦志伟 我是不是做错事了 没没没没 随便聊聊 你别又管我叫秦政委秦政委的 叫秦大哥 秦大哥 我给你倒点水 这么多书啊 来 你先喝点水 这些啊全都是罗姐的书 我就几本诗集 罗行长的文化水平很高啊 那当然了 罗姐啊可是在重庆读过大学的 读的是经济学 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也是一年前 在南京中央银行工作的时候 认识他的 那时候他就已经是营业主任了 他这么高的职务 那非得是国民党党员吧 嗯 当时国民党撤离的时候 上面确实要求罗姐加入国民党来着 还能去台湾 但是他拒绝了 拒绝 嗯 原来你们司令的计划 是让这些家解放军 破坏他们的军民关系啊 怎么样告专远主吧 哎呀真没想到 你们司令啊还有这个本事啊 那我偷你们也不赢啊 老哥 现在我立了这么大功 到了山寨亏不了你的 这边 兔子 兔子 老哥 兔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 兔子从你面前溜走 那是不吉利的 我马上就回来啊 老哥 真是 老班长 噓 你现在马上回去 向情政委报告 就说有一批土匪假扮解抗军 去打劫信天村 他们最晚明天上午就到 可我的任务是跟着你找到坐地炮头 没有时间了 这个消息更重要 知道吗 我进了山寨以后 我会想办法联络你们的 现在你马上回去报告 越可以越好 可是 可是个屁啊 为了通知你 我现在还要马上打着兔子 快走 这是命令 是 我们组织 为什么会选一个留用人员当行长 我就是个小会计 我哪知道那么多呀 秦大哥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留用人员啊 哪儿的话呀 罗行长虽然是国民党的留用人员 但是却能在我们共产党那儿当行长 这说明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 还是想看不起我们留用人员呢 不对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罗姐呀 我可给你打保证啊 罗姐她肯定是个好人 要不是她呀 我上次遇到土匪的时候 我都死了好几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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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怀疑她 我是关心她 关心她 你喜欢她呀 跟你们这种资产阶级大校就没法聊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经议 罗姐 我跟小阳随便聊聊 聊就聊呗 干吗吐一滴水呀 咋了 你们公安处这么清闲啊 还有空到我们这儿聊天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来了好几拨老乡 说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老乡 这不是糖衣炮弹吗 秦政委 正好你在这儿 你是我的证人啊 要不然我有口难辨了 这样 这上面都有礼单吧 一会儿秦政委 你就按照礼单她的名字 给我都送回去 没 没那么严重 人家老乡也没有让你干吗 是不是 你这样说明指引给你 这帮老乡可不简单啊 这帮老乡可不简单啊 你什么意思啊 怀疑我受贿 官商勾结是他们惯用的把戏 看来 他们是想用对付国民党的那一套 来对付我们 扣了八家 云领的大货 基本上都送领了 那当然了 我舅舅和他们不一样 他做生意向来光明磊落 这种官商勾结 一路百姓的事他从来不做 他挣的都是干净钱 好 我就照着礼单 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全都抓回来 赶上军管会来行会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共产党的干吗 不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些人都是云领商业的重要人物 咱们现在刚刚才开始发行人民币 你现在就把他们抓了 那明天谁来支持我们的新政权 谁来支持人民币的发行 那你说怎么办 总共能这么算了吧 我有个办法 但是 这件事情 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干嘛来了 来来来 请坐 不是觉得我提议不沉吗 怎么都被请来了 开始还没想明白 后来我回去琢磨琢磨的 这对李老板说的还是有道理 是吧 李老板 你说这二小姐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明白 为什么不请咱们去军管会合查 为什么呀 这不就改名了 是有得商量的 诸位诸位 二小姐她们来了 各位老板好 二小姐 诸位好 坐坐坐 不客气 坐坐 我身后的这些朋友 都是来自各大报社的记者 今天我把大家都请来 是为了要宣布一件事情 各位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成立 在座的各位 云领的大商家们 就很支持我们的工作 他们积极的把旧货币 存入了我们的银行 而且数目都不小 都是以金条银元的形式来存的 我们呢 已经把他们的金条和银元 换算成人民币 存入了他们各自的账户 今天我们就带着每一位商业的 存折和特地为他们制作的奖状 来到这里 要请各位记者朋友们 帮我们把这个重大的好消息 发布出去 赞扬各位商家的积极性和觉悟 也请为我们合以留念 谢谢 什么意思 请记者朋友们 为我们一起合以留念 记录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来 一起 来 我们一起啊 来 大哥 快到了 来 站住 什么人 我 别动队 刘洋 是你小子 这什么人 这位是我从山下拉来入伙的 原来天棒口的豪哥大爷 天棒口 规矩几分长 三分长 三分长 字棋怎么打 兄弟我多在山沟 少在书房 只知江湖贵重 不知江湖规矩 一切不周到之处 还望各位兄弟高抬龙袖 亮个榜子 日月棋 龙凤棋 画画棋 给兄弟打一个天棒棋 行了吧 老规矩 大哥 委屈一下了 走 大哥 请 谢谢你们 我们还有工作要回去汇报 就不远送大家了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秦政委 罗行长 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报道新闻事件 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我们要感谢您二位才是 是啊 云领现在的经济发展 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这车报道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以后还要麻烦大家 多帮我们宣传宣传 这样的话 民众才能更好地监督 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你们放心 这是我们的职责 秦政委 罗行长 我给你俩拍张照吧 我们刚才在里面已经合影了 我们两个就不用了 机会难得 留个纪念吧 来 秦政委 靠近一些 那罗行长 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对对对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爹 爹 出大事了 你看 你别这么慌里慌张 就坐下吃饭 有事慢慢说 来 周末快给大事也装好帅 这帮贵人子 表面上一提地 国产党 都咬牙切齿 背后都霸诫共产党 这点可好 他们都成共产党的红人了 你以为共产党在夹降他们 这 这 赵都拍了 报也上了 那是在打他们的脸 这些人呢 就会见封十度 他们以为啊 这共产党就跟军阀 国民党士气一样 就去巴结 您的意思是 他们存钱是假 贿赂是真 你以为是什么 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来照顾我 想通过我给天青送礼呢 该 这帮贵儿子 偷鸡不成反十把米 这下可好 扫了自己的脸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真正该高兴的 是人民银行 天青这一手玩得真漂亮啊 你多学着点吧 你呀 你以为人家把这事捅出来 是让你笑话的 你要引以为戒 我们生意人要守本分 这本分就是好好做生意 那些旁门左道 是永远成不了大事情的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别不往心里去 真厉害啊 打了他们的脸 还让他们脚不着疼呢 你给我小心点 别把自己的脸 往前伸 老爷吃好了 不吃了 我先走了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这回你可成大人物了 所有的通知都在议论 说楼大行长阻止多谋 把那些商会的老板 都知道服服帖帖的 我去看了 听政委 别人不知道情况也就罢了 这些商会老板是不是惜服口服 你还不清楚吗 跟着别人下起后 我这不替你高兴吗 你怎么反而叫你去我来了 我哪敢啊 我说楼大行长 你这情绪波动也太大了 咱们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的 你能不能平稳点 我都跟不上你节奏 谁生气了 是你自己小心点 禁不住别人说 谁小心啊 我常能大事呢 我小小小 好了好了 别那么大事行吗 帮我裹照片 这儿 这是真的 周妈亲眼看见的 那还有假呀 少爷 不是亲眼瞧见的 我不会说这种 败坏二小姐名声的话的 周妈 你下去吧 难怪家里的亲事 她一直推三堵四了 原来外边真有野男人了 姨娘 亏你还给她煮燕窝 还不如喂狗呢 你小声点 别让你爹听见了 再说了 这种事传出去 咱们八家的脸还要不要呢 我早就看他们俩不正常 那姓秦的不是什么手楼的灯 我去找他们说理气 你别去 坐下 你连证据都没有 天秦反而觉得你是在冤枉他呢 为这个事 昨天我已经去过一趟军管会了 找那个姓秦的说理 她怎么说 人家肯定是装糊涂 不过 你一年我在这些方面 还是有点本事的 我跟她聊了几句 就把她的底儿摸得差不多了 这个人 没什么特别的 官说大也不大 没什么文化 出身也不好 这各方面跟你都是没法比的 就她这样 她还敢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宝生啊 我知道 有句话你不爱听 但我还是要说 看样子 多半是天晴 对人家有意思 我去找他们去 你听姨娘把话说完嘛 你坐下坐下 你老那么冲动干什么呀 快 包生啊 你是八家的大少爷 八属银行的总经理 在云岭 你也是只手遮天的人物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天晴 宁肯喜欢一个穷当兵的 也不喜欢你啊 为什么呀 你啊 不懂女人 我不懂女人 笑话 我玩过那么多女人 你要是懂女人 那你告诉我 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 姨娘 你是女人 你说说看 我为啥喜欢大先生啊 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霸气 我就是被她做生意的时候 那种说一不二 当忍不让的霸气给迷住了 天晴也是一样啊 那个姓秦的当兵的 哪点比你强啊 不就是腰里跨着枪 往哪一站 都显得横行霸道呗 霸气 你看 老子就给你们霸气一个看看 君志伟 喝水啊 好 谢谢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悠闲啊 我哪儿悠闲啊 最近夹剧放军的这个事 弄得我一个头两个大 出来换换的好了 有头绪了吗 好 是不是我这办公室 有什么你要找的线索啊 没有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那你就随便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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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航长 记者还给你 别的什么照片了吗 什么照片 就那天拍的照片 哪天拍的 跟商工会老板合影那天 合影不都挂上了吗 还有什么别的照片啊 有啊 就从锦城扎楼出去 在门口拍的那张啊 你再好好想想 原来 你在我这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 就是为了找那张照片啊 什么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 我就想看看他拍得怎么样 再说从小到大我就没拍过 几张照片 也不知道上不上相啊 在这儿呢 你看看吧 上不上相 这不是 说我玩特高兴是吧 不错 郎才女貌 女貌倒是真的 郎才我可没看出来 喂 我是罗天晴 罗校长 秦政委在你那儿吗 他在呢 麻烦你叫他接个电话 好 找你呢 喂 我是金姑娘 正位 富贵叔传消息回来了 敌人要打劫新田村 效益确定吗 确定 我知道 首长 这是我的行动计划方案 说吧 通过这两次 普菲对我们的袭击情况来看 第一次袭击的是 葛家堡和巴里托 第二次是桃花村和李子沟 这四个村庄 看上去位置很分散 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往西北方向不远 就要进山了 进山必经牛耳沟 牛耳沟是被我们 端掉的一个匪套 但保不齐土匪的 小谷参兵外将 又集结起来为非作戴 所以 我们必须要在牛耳沟 劫住这帮土匪 而我们的大部队 直接围剿牛耳沟不太现实 这股残匪 现在采取的是游击战术 敌入我进 敌抢我退 非常调化 我得到可靠线报 敌人会在明天上午 到达兴田村 这个兴田村 必定就是他们 打劫的下一个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 我的技战术是 我现在三个人 提前赶到兴田村 这样 我才能有敌深入 一举兼卫敌人 在保证老百姓安全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拖出敌人 给大部队争取充分的时间 做好伏击的准备 以将敌人一网打击 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 十一点半准时出发 下面我对行进路线 做一下介绍 我们要先从云岭 往正北三十五公里 驼峰寺进发 这条路程便于行车 预计三个小时之内会到达 然后从驼峰寺 西插入兴田村 还有四十里的路程 不方便行车 急行军两个小时能够赶到 十一点半出发 五个小时到达兴田村 预计明天凌晨五点会到 会比土匪提前三到四个小时 陈团长 你要协助我的是 带两个连的兵 其中一个以善面之势 从后向兴田村方向兜住敌人 另一个连 跟踪漏网的残匪 找到他们的集结地点 将土匪一举见面 首长 还有什么支持吗 只有你们四个人 一台机部车可以坐五个人 但我们需要两个司机 一个是要保证 液金行电的安全 二 要在驼峰寺 守候车辆等候我们 其中一个还有兼电台联络 那需不需要再备一辆车 会影响行电速度 土匪二十多人 你们三个人 如果正面相遇 首先要避免伤亡 同时一定要保证路上安全 陈团长 你带领两个连 按照我们设计的线路行径 把他们都向兴田村 一举见面 是 保证万丈肉 随时保持电链联络 出发 是 秦大哥他们又有行动了 来 兄弟们 预祝明天我们马到成功 好 好 好 马虎官一放心吧 姓田村那几个四位队员 根本就不是咱们兄弟的对手 对 这好是 姓田村算个屁呀 等咱们这些兄弟拿下来 这一片就是司令的天下了 对 要的就是这股士气 士上之后 我给大伙进口 干 干 出发 出发 兽和进口 浅 到家里 来 你还好吧 我应该惩罚我自己 不该因为和平了 就放松对军纪的惯离 你别太自责了 这件事情 是秦政委做得太过分了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死咬着老张不放呢 老张确实犯了法 而且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造成严重后果的是那些土匪 死的人却是老张 受委屈的是你陈团长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 你好像很清楚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我和罗行长住在一个屋里 我当然清楚了 工作组下乡征良 负责保驾护航的 是他副组长秦政委 可是工作组在半路上 被土匪伏击 征良的任务彻底地失败 难道不是这个副组长的失职吗 可是他回来之后 想的不是怎么对付土匪 想的是要查后勤 那是为什么呢 他是想要找人替他背黑锅 子政 他不光是针对你 他还暗中调查逻辑 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定这个秦政委 就是被派来监视你 秦国良对我们这些 起义的军官 留用人员起义心 这是很正常的事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但愿如此吧 可是这世道已经变了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太复杂也太凶险了 不管世道变得怎么样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你 只要你喜欢 我可以为了你 你先回去吧 我要准备行动了 好吧 那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给你求了一道平安符 保佑你一切顺顺利利的 你戴上吧 所以不会 Sami 在那里 心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会看到 这里的 在那里 我们会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就在前面了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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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